現在就加入 谷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QR Code 並且訂閱谷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中式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來 今天的台積電神龍擺尾 這個尾不是往上 是怎樣 是往下 各位 今天是4月30號 4月30號 你看今天台積電的表現 哎唷 上半場還不錯耶 尾盤突然就下來 對不對 好來 那個各位 這段時間 我是不是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你看到我這一格 我這一格是什麼 我這段時間我也是跟各位講說 老AI 已經做一年了 對不對 我給你強調一個觀念說 基期高的跟基期低的 差別 你看今天 廣達 偽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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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綠的啦 都是綠的 有老師 今天這種行情 對不對 綠的很正常啊 記家 記家 我為什麼特別講這三檔 是因為過去這幾個月 我這幾個月 到月底這幾天 上個月也是 上上個月也是 我說這幾檔 這三檔股票如果月初沒漲 到了月底 因為投信手上都還有 所以每個月 投信是月底都會很積極作帳的 到月底他怎麼樣 他都會來死貓跳 我相信你有聽過我講這三個字 死貓跳 上個月 在這個三月底的時候 也是 有沒有 但是這一個月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月的老AI伺服器 代工三雄 這三檔股票 今天居然沒有一檔表態 今天居然沒有一檔表態 那證明什麼 證明我這段時間跟各位講的 這些股票已經炒一年了 伺服器的題材 從去年 黃仁勳 從OpenAI 深層室AI這件事 現在就是這個GAI 這個東西現在最熱了 從GAI這件事情一次到現在 已經一整年了 該知道這三檔股票都知道了 會做這三檔股票的 也會去做它了 不會做這三檔股票的 也不會再做了 比如說對我來講 這三檔它如果沒有回到 我所謂的有沒有 甜蜜區揮棒的這個甜蜜價 我是不會去碰它 那我有跟各位講過一個概念 我說你在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你在股市裡面賺錢 你在股市你的目的來掏金 你是有錢賺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一定要有AI 沒有 昨天禮拜一 突然報紙出來 中國要怎麼樣 主動釋出善意對不對 可能要開放觀光等等 那個觀光股要漲了 那四月初的地震 造成這一整個月的這個 營建股也都不錯 過去營建股也沒人要做 因為你做營建股 你不如幹嘛做科技股啊 那因為四月很多資金 跑到傳產去對不對 所以整個四月的這個科技股 就被人家一路往下殺 可是別人在殺我們在幹嘛 我們是怎麼樣 君子中日前前啊 看裡面有怎麼樣 有進到甜蜜區的 有怎麼樣 聽到小龍女在絕情谷底 在你們講說我在絕情谷底的 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一起來等啊 所以我今天節目我三個主題 第一個持續給你追蹤 這個IP IP股裡面 我上禮拜 我有讓你知道說 我們愛普是不是減在350 對不對 愛普減在350 等一下我們來帶一下這個 第二個呢 我要跟各位講說 今天的車電族群普遍不錯 各位 你現在聽到說 車電族群今天不錯對不對 但是我是不是在整個 四月台積電法縮完的時候 台積電是不是說 消費電子的成長 沒有預期好 然後車電完全都沒起來 對不對 但是我有沒有因為這樣 就帶你去砍 消費電子 然後就因為這樣 我帶你去砍車電 沒有欸 我反而因為這個利空出來 反而怎麼樣 帶我們的同學 彎腰剪鑽石欸 比如說這一檔 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比如說這一檔 你們也知道啊 光這兩檔 我不是說這兩檔 陳太明的同心店跟秀蘭姐姐 環球星董事長徐秀蘭 他們家的蓬城 都是我們怎麼樣 一百分的怎麼樣 提款積壓 我們做這兩檔從來沒輸過 從來沒虧過錢 好來 好所以 這兩個東西 我等一下跟各位帶一下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段時間我跟各位 追蹤這檔個股嗎 艾普對不對 你看今天的艾普 收盤 唉唷 拉尾盤欸 換句話說 昨天是不是開高 昨天的IP普遍是不是 比較弱在休息 今天事情KY 四星KY也在休息 可是有沒有發現今天艾普 在幾檔IP股裡面 他算相對強了喔 這兩天洗一洗 來 之前有沒有很多人坐在這邊 五百五 就跟我之前跟你講的概念嘛 如果你四千五你都跑去追四星KY了 兩千你都去追創意了 為什麼創意回到一千 M3E也是兩千 最高兩千多 到一千你為什麼不做 你為什麼不做 同樣的啊 我們做這檔艾普的勝率也是一百 我做的勝率一百 就是你買賣 有沒有 你的進出出場獲利要賺啊 沒有隨便在那邊停損的 你就是很多人 就是 我有跟各位講的觀念喔 你在 買在 買在華山之巅你要停損啊 你坐在絕情谷底 你有什麼好停損的 對不對 你就是買在這的 對不對 你就是買在這的 你要停損什麼 就一個禮拜你撐著 不是怎麼樣結套了嗎 今天380喔 對不對 來 如果你 我說我們這檔艾普的操作勝率也是一百分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 艾普受傷的人 這檔艾普不好駕馭喔 我們就說什麼 這一個 威盛集團 王雪鴻家的 利金集團 黃崇仁家的 這幾檔股票 這幾個家族的股票都不好駕馭喔 但是我們都駕馭得好喔 你如果有艾普套在這邊的 套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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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套在這 套在這 套在這離這價格很近了對不對 你要知道目標價 或者 你手上空手的 艾普你怎麼做 怎麼都被他騙了 就好像昨天追180 有沒有昨天追180 然後 這兩天 就是這兩天去買 比如說375 380 然後怎麼樣 那 這兩天被他洗掉的 來找我喔 這一檔我們可以帶你怎麼樣 我問你怎麼樣 我問你怎麼樣 引起來 引起來 好 那 艾普為什麼今天在拉尾盤 各位 他的第一季季報公佈沒 還沒 第一季季報還沒公佈 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第一季的營收 很爛 就是比去年的第一季好一點而已 那比去年的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還要差 那去年的第一季不是大家都很爛嗎 所以 如果你說你今年第一季比去年第一季好一點而已 就比去年的二三四季爛 那感覺上好像 他的第一季真的是蠻爛的對不對 蠻差勁的 可是呢 艾普有一個 最近台幣是不是貶得很兇 艾普的帳上的美金很多 所以艾普到時候公佈第一季季報 他有可能因為 美金的匯對收益 就是業外收益 可能會怎麼樣 還超出他的本業喔 所以我認為艾普 我之所以在350我敢跟你撿 到現在我們還抱著 的原因就在這邊 所以一張多少 一張 有圖有真相嘛 我們買多少 353以下嘛 對不對 353以下 所以一張怎麼樣 3萬塊 3萬塊 價差快到了 好來 那這是艾普 那今天不是有一個族群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特斯拉說要自家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特斯拉自家是怎麼回事喔 對齁 我們這禮拜六 有個這個母親節的 這個 我們這禮拜 我們開始推母親節的孝親專案 我剛講說 如果你要跟著我做艾普的 你可以來參加我們這個 母親節的孝親專案 你提前跟我們卡位 你提前來卡位 提前來佈局 因為5月的行情 5月的行情 因為現在指數在2萬點之上嘛 很多人都覺得點指數高對不對 就像台積電今天殺尾盤 但是呢 其實指數高 如果你看指數做股票 你會不知道怎麼做 你也不敢做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很多股票在哪裡 在絕情故底 對不對 我剛剛跟你講艾普嘛 對不對 那其實現在 因為資金往這個傳產去移動 又造成很多科技股怎樣 被殺到田田價 這一波指數都要創前波高點的時候 但是你發現很多個股還沒起來 結果拉回修正還沒起來 比如說呢 比如說這一檔 這一檔 這一檔 這一檔今天 留下影線 有沒有 開盤上下去 盤中拉起來 洗一洗尾盤再拉起來 這種就表示那樣 有阻力在進來 阻力開始進來 那中阻力 跟我一樣啊 買在絕情谷底啊 你知道 一百多塊的股票 我這邊有給你看到對不對 一百一對不對 一百多塊的股票 到這個地方 你知道是多少錢價差嗎 四十塊 四十塊喔 從這邊回來這邊 四十塊喔 所以代表說 這檔股票其實就短短的怎麼樣 一個多月它跌多少 三十趴 跌掉三十趴 跌到三十趴 但是你從這邊 現在從這邊到這邊 那多少 那是快四十趴喔 所以這檔股票 在絕情谷底 它的亮點在哪 我說它是伺服器晶片股 各位伺服器裡面 不會只用到 輝達裡面的那顆 超級晶片 整個伺服器裡面跑 還要有很多小晶片 來支援GPU 來運作 運作整個這個 深層式AI的應用 如果你錯過 這檔股 350 沒買到 有沒有 現在380了 如果都到這邊了 萬一這個放完 五月二號一來 萬一它的 四月營收又成長 因為你去看艾普往年 他第一期都是最差的時候 萬一艾普四月營收又成長 那會不會五月二號直接開高了 直接開高390 那你還敢追嗎 來 390 400 好來 那這一檔 你現在如果要買盤後來不及了 因為盤後現在掛你也掛不到了 因為已經3點半過了已經收了 來 那這一檔還可以 還可以 各位 有沒有看 它的月線已經開始怎麼樣 在走平了 有沒有 而且它站上了什麼 它站上了 這一檔 這個 它 這個 月線開始走平 已經站上了怎麼樣 五日均已經怎麼樣 已經突破十日均了 短均有沒有 已經怎麼樣 黃金交叉了喔 那現在接下來怎麼樣 你看今天是不是留個下影線 那代表下禮拜怎麼樣 五月三號 禮拜三喔 禮拜四 禮拜四回來 它可能就要供月線喔 月線喔 來 那短線目標價至少到這裡嗎 季線喔 好來 我剛好跟各位講 講到這個 我要跟各位講說 我這個專案 你利用這兩天放假的時候 來跟我們聯絡 來詢問我們這個專案 母親節 是不是在五月十二號 那母親節的時候 你要嘛包紅包嘛 要嘛 請大餐嘛 我去年同樣母親節的時候 我跟各位辦了一個 孝親標股派對的part one 現在一年過了對不對 去年的part one 我跟各位講了什麼 四大產業 而且去年的這時候喔 你們可以去看去年這時候 有沒有這一張 現在都在網路上都找得到喔 如假包換喔 假一賠十喔 我去年母親節 分享會跟你講這個的時候 黃仁勳來了沒有喔 還沒 那個時間 沒有人敢做股票 因為那時候大盤回檔 一萬五 而且去年的四月遇到什麼 去年三月是矽谷銀行倒閉 四月遇到第一共和擠兌 大家都嚇死了 可是我帶你幹嘛 彎腰撿鑽石耶 我持續在佈局怎麼樣 趨勢成長股 去年給你這幾個產業啊 半導體設備伺服器 後面的報酬率是我去年推薦之後 去年的母親節分享會之後 如果你有參加的 我告訴你裡面的股票 你根本就是閉著眼睛 隨便壓 都可以 都可以獲利很多喔 好 所以 今年呢 這禮拜六 這禮拜六喔 不是下禮拜六喔 為什麼不用下禮拜六 下禮拜六大家都要去過母親節了 所以 這禮拜六 乃至於 五月二號禮拜四開始 你就要怎麼樣 你就要先領先 提早跟我卡位佈局了 這樣子到了下禮拜 禮拜六 禮拜天 你才怎麼樣 你才有辦法怎麼樣 包一個大包紅包給媽媽嘛 或者怎麼樣 吃一餐大餐嘛 你不可能說 我下禮拜 下禮拜五 下禮拜六 下禮拜天我要包紅包了 你那時候才要買股票嘛 當然不是嘛 你就當然要領先怎麼樣 領先卡位嘛 對不對 所以 五月四號 我們五月二號 五月二號 五月二號 五月三號 應該講說這禮拜 我們已經在佈局怎麼樣 我們已經在佈局 我這一場分享會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黑馬股 所以如果你要提早卡位的 我們這個專案 你就提早來 今天 明天 把我們的這個專案 辦好來 禮拜四 五月二號 就提前帶你進場 那 到 禮拜六的這一場 五月四號 我們會再分享 像去年一樣 我們現在會分享 我看好的第二季的族群有哪些 但是 股票很多支 你不可買這麼多嗎 說我一個班 我就是五檔給你 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這五檔 好好來跟我操作 那我們想辦法 對不對 複製去年 到今年 這樣的一個 亮麗的怎麼樣 的績效 OK 其實我在之前 我就已經跟各位講了 你接下來呢 你不要再去看過去 已經漲一年的股票 你不要再去看過去 漲一年的題材了 因為那些基期高的 你要好好跟我來 重新佈局怎麼樣 我看好第二季有沒有 它會怎麼樣 有一個 第三 第二季 第三季 第三季 它會越來越好 股價的基期又低在 絕情谷底的族群 好嗎 我們先進廣告 來今天的車電股 因為特斯拉到大陸去訪問 然後大陸就遞橄欖枝 那我這一次分享會要跟你講說 兩岸和解概念股對不對 OK 好 那現在特斯拉去 這個馬斯克去大陸訪問 對岸遞橄欖枝 他也是要跟他們和解 和解的意思就是因為大陸最近 這幾年因為被美國這樣鬥對不對 外資都逃離大陸 所以造成他們裡面的內需 或者他們的整個投資減緩 工作機會減少 然後進而影響房地產對不對 所以大陸現在開始 不走怎麼樣敵對路線 他想辦法盡量怎麼樣 跟大家和平共處 然後能夠把資金再重新吸回 吸引回大陸去對不對 好 那最主要說 他是要開放特斯拉 在大陸可以怎麼樣 全自駕 全自駕 那全自駕什麼意思 就是 全自駕 車子怎麼樣 他會自動駕駛 你不用去開他 靠導航 靠怎麼樣 在路上的偵測 所以這個時候就非常依賴怎麼樣 車用電子 那這就為什麼 我一直告訴你說 車用電子 車用電子 你要跟我持續佈局 導播幫我重播一下 好來這張蓬城 今天收186 蓬城是幹嘛 車用電子 禮拜四台會基電開完法說之後 不是說 車電的復甦 沒有想像中的好 很多人解讀台積電法說的消息 他只說 沒有原本的樂觀 沒有一本樂觀是預期 會漲20% 但是只剩漲10% 那還是成長 他還是看好有10%成長 只是從20%成長變成10%成長 他特別強調說 車電就持平 那車電持平 可是你看到 上禮拜的蓬城 本來 供到190了對不對 供到190了 而且 投信很久沒有買蓬城了 他怎麼樣 這段時間他開始 他回來買 那遇到台積電法說利空 跟著殺下來的時候 回到怎麼樣 回到175 你現在回來 有低堪買 持續買 來 你剛剛印證到了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拉回來 有低堪買 持續買 對不對 今天的蓬城 盤中過 前高 盤中過前高 同樣的概念 4月19號 別人在砍怎麼樣 砍1000點 往下砍 往下放空 這檔股票 如果你那時候 你敢下去買的 175 今天最高195 一張怎麼樣 2萬 獲利錄帶 這就是節奏 車電有什麼叫 車電有比較差嗎 沒有啊 所以 同樣一個 台積電法說的新聞 有人把它解讀成利空 我把它解讀成怎麼樣 彎腰剪鑽石 所以你要看什麼樣的節目 你要跟什麼樣的分析師 明明 電動車這就是未來 2025到2030 2035 歐洲 他們整個要把燃油車 要全面太換成電動車 車電 本來就是一個長線大力多的 一個題材 只是因為短線 因為升息 受到逆風 受到逆風 股價跌下來 不是正好可以讓你買便宜嗎 這就是我們操作的思維啊 所以我認為一年一年過去 一個季季過去 一個月一個月過去 如果你都沒有 從股市裡面 好好把你的財富累積起來的話 我認為你是怎麼樣 你是一個時候 好好怎麼樣 好好重新面對你的投資 來跟著我們的節奏 來操作好嗎 提早佈局我們的母親節 孝親優惠狀案 特別針對單親媽媽 單親爸爸你來找我 好不好 給你們優惠 另外週六分享會 也請你怎麼樣 直接來電 來跟我們報名 禮拜六的線上標股 孝親標股派對 謝謝各位 現在就加入 古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Track号 並且訂閱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